今天这节课主要是讲一下上周的习题 上周的话我们给大家主要是讲了Python基本数据结构 包括列表、字典、圆组和集合 下面开始看习题吧 第一题的话是一致列表 A 然后第一小题是将28插入到列表的末端 首先我们把A这个列表的数据输进去 然后第一小题是将28插入到列表的末端 这个主要是用到列表的append的方法 然后大家输出一下效果 这个28就已经插入到列表的末端 第二个是在元素29后面插入 元素57元素29的话 它现在是在第四个位置 那我们插入的话 插入在后面的话应该是插入到第五个位置 所以说我们可以用列表的insert方法 由于列表的下标是从0开始的话 我们插入到第五个位置 所以说它下标是4 然后值是57 然后输出一下 这个57就插入到29的后面去了 然后第三个是将元素11修改成6 元素11的话它下标是0 然后修改的话 我们直接用复制操作来进行原地修改 再输出看一下 它的内容就已经被修改了 然后第四个是 删除元素32 我们可以用 Dale方法 也可以用 Pound的方法 下面我们用Pound的方法 那个32的话 它应该是-2 因为-1是28 而-2是32 然后看一下 它返回的是要删除的 这个元素 然后我们再 现在再输出一下列表A 它应该32就被删除了 然后 第四个的话是 对列表从小到大进行排序 这个我们可以调用列表的sort方法 sort方法的话 它是不会返回 它返回的值是none 它是直接在原地的进行排序 所以说我们 直接输出内容就行了 然后大家看一下 它的排序就是按照从小到大来进行排序 下面讲第二题 一字列表B 等于12345 第一小题的话是 用两种方法输出下面的结果 我们想到 要输出包含 一到八 八个元素的列表的话 可以用两种方法 第一种是 用运算符加号 新生成一个列表 第二个方法的话 是用到列表的 sort方法 下面我们先看第一个方法 也就是运算符加号 我加一个 我需要追加的 一个新列表 里面包含的元素就是 需要添加的元素 下面我输出一下 新的列表 嗯 对象 再看一下 这个结果就已经出来了 嗯 调的方法是用到 列表的 extend的方法 我直接调用 列表 对象 B 然后用它的extend的方法 直接追加 一个新列表 一个新列表 然后我直接输出一下 列表B 它的结果也是一样的 嗯 altend的方法的话 嗯 它是进 嗯 在原地进行追加元素 而不自向 嗯 运算符加号 嗯 新 新生成的一个列表 嗯 下面讲第二题 用列表的两种方法 来返回结果 五四 下面我们看第一种方法 嗯 我们可以用 嗯 列表的切片方法 嗯 第一个元素是五的话 我们就 嗯 应该是从右向左来进行切片 那从右向左的话 它的 嗯 即使位置应该是-1 首先我 再重新定义一下 这个列表B 我从-1 嗯 因为我们要取 嗯 五和四 嗯 这两个元素 组成的列表的话 嗯 五四-1 四四-2 那3 就是-3 所以说我们直接到-3 就行了 然后 嗯 因为 嗯 是从右向左 它的不长是-1 输出一下结果看一下 它结果就是五和四 嗯 第二种方法的话 我们可以用 列表的pen的方法 和pon的方法来进行结合 首先我定一个 嗯 空的 列表对象 d 然后 然后 我就要用d的pen的方法 我传入一个参数 嗯 参数的话 是 嗯 要用列表b的pon的方法 它是返回 嗯 列表的最后一个元素 也就是-5 5 大家可以看一下 现在就-5 已经返回了 然后我再调用一下 嗯 因为它现在 这个 嗯 列表b 它的最后一个元素是4 所以 我再调用一次的话 就把4 结果返回 然后 插入到这个 新的 列表对象d里面 我们再输出一下 列表 嗯 对象d 结果也是5和4 嗯 第三小题的话是 判断2是否在 列表里 这个我们 是用到了 列表的成员操作 也就是in 我们直接可以 嗯 先看一下 这个列表b 现在是123 我们 嗯 判断的话 只需要 嗯 用列表的 只需要用in方法 orinb 再看一下 它返回的是一个不好值 嗯 q 说明2 是在这个列表里面 如果 嗯 输入是一个6 6inb 我们看一下 这个元素6 是否在列表b里面 它返回这个false 说明它不在这个 嗯 列表b里面 下面我们看一下 Ct3 已知列表b 用列表推导 完成下面Ct 第一个是生成所有基数组成的列表 嗯 嗯 奇数的话 它有一个特征就是 对二取 结果是得一 下面我们看一下 嗯 首先我定义 一个列表b 把结果 把结果 先输进去 嗯 然后 嗯 因为我要生成所有基数 嗯 组成的列表 下面我们看一下 我们把每一个元素 对二 进行取 取余 嗯 Python里面 百分号是取余的操作 等于一 这里是表示 嗯 取出来的所有都是基数 然后放到表达4 M5 嗯 下面我们看一下 它的结果 结果就是 把里面的所有基数 给取出来了 并且生成一个新的列表 嗯 然后第二题的话是 输出结果 这 嗯 有两个元素 嗯 它们内容分别是 这contain的23 这contain的45 嗯 我们可以看一下规律 嗯 它前面两个都是一样的 而 嗯 后面这个的话 它是 第一个 元素和第二个元素 下面我们可以通过 嗯 列表推导和站位府的 嗯 操作 来完成系题 因为它是取前两个元素 元素 所以我们可以 嗯 只叠在前两个 嗯 因为 列表的下表它是从D0开始算起 所以说 我们要取23和45的话 我们只需要取0和1 所以说它这个切片的话就是0 到2 然后它的不禅 是1 这里取出来的 嗯 内容就是 嗯 23和45 因为我们要 嗯 构造一个字符串的话 可以用 嗯 前面所学的字符串的 嗯 一个 帐位府的概念来 拼接字符串 然后最后生成一个嗯 新的列表 大家可以看一下 嗯 结果就是我们想要的 嗯 第三个的话是输出内容 嗯 是一个轻的列表 我们可以观察一下规律 一个23 一个25 一个45 一个47 一个22的24 嗯 它指嗯 它每一个 嗯 嗯 元素都是原来的 嗯 列表的元素 嗯 加2 所取得的内容 比如说23加2变成25 45加2变成47 22加2变成24 嗯 我们找到这个规律以后 嗯 就可以进行操作 我们首先先输出一下 这个要操作的 嗯 列表b 然后 嗯 我们 迭代这个列表b 把里面的元素取出来 再进行一个表达4加2的操作 这样看一下嗯 收入内容 它的结果就是 嗯 每一个元素 是原来的列表的元素 加2的 值 下面我们看一下 7提4 嗯 用列表 推导方法生成列表 嗯 里面包含三个元素 也就是11 22和33 嗯 我们看下这个列表的话 它里面的元素 是有规律的 它是11的倍数 嗯 我们可以用 首先用列表方法来进行操作 如果 它的第一个元素是11的话 我们70点就是11 然后 嗯 它最后元素是33的话 因为它这个列表方法 它是 它的取值范围是 嗯 大于等于70点 小于 嗯 嗯 终点的话 那就是34 第三个是 仓数是不长 不长是什么意思呢 不长就是我们 相当于我们走路的一个 步伐的长度 嗯 这道题的话 我们可以通过 两个元素 来进行相减 来 得到它的不长 也就是22-11等于11 33-22也得于11 所以它的不长就是11 所以我们第三个值 嗯 也就是不长 11 嗯 输入结果就是包含这三个元素 嗯 我们可以用第二个方法 列表推特的方法来进行 嗯 操作 嗯 首先我们看下规律 123-33 它是11的倍数 所以说 我可以这样 这个列表里面 取出的元素 就是 嗯 1 2和3 然后 它每一个元素 都要乘以11 那就是 最后 生成一个列表 大家可以看一下 结果也 也就是我们想要的内容 7-5 以至元主A等于 嗯 里面有五个元素 分别是14567 嗯 然后第一小题是判断元素是 是否在元素 是否在元素里面 这个我们可以用的 嗯 元素的成员操作 也就是印方法 首先我定一个 呃 元素 对象 然后 嗯 用印 来进行操作 它返回的是个 true 说明 这个元素4 是在元主里面 嗯 第二小题是 把元素5 换成8 嗯 因为我们知道元主 它是不可修改的对象 它不能在原地来进行修改 嗯 里面的内容 那我们可以 嗯 用另一种方法 也就是 首先把它转化成可变对象 嗯 比如说可以把它转化成列表 然后修改好以后 再 嗯 转化成元主 下面我们看一下 首先我把 嗯 元主A 转化成一个 列表对象 它 其实是 新生成一个列表 然后 把 嗯 嗯 因为 呃 元素5的话 它是第三个元素 所以说 它的下表是2 我把它修改成8 这样的话 就是 嗯 里面包含了14867 嗯 但是它是个列表 我们可以通过 呃 类置方法 Tuber方法 把它转换成元主 下面看一下 下面看一下 这样的话 我再输出 嗯 新建立一个元主对象 D 它的结果就是 嗯 把刚才这个元主A里面的 嗯 元素5 修改成8 但是 它是新增成一个元主对象 而不是在原地来进行修改的 下面我们看一下7T6 一致集合 嗯 SETINFORM和 集合 FINFORM 然后 嗯 第一题的话是 添加制服创对象 ABC到集合 SETINFORM 下面我们看一下 首先我们新建一个 集合 集合对象 嗯 并且复制给变量 SETINFORM 然后我们输出一下这个集合 嗯 第一题是添加制服创对象ABC到集合 SETINFORM的话 我们可以调用集合的 A的方法 然后我们输出看一下 这个ABC这个制服创 嗯 就添加到 这个集合里面去了 嗯 第二题是 删除集合 SETINFORM里面的成员M 我要删除的话 可以用 集合的铝幕 然后里面跟需要删除的成员 嗯 我们再看一下输出结果 这个成员M就被删除了 然后嗯 第三小节的话是 求两个集合的交集和并集 嗯 嗯 嗯 我首先再定义另一个 集合对象 我再输出一下这个新定义的这个集合对象 嗯 然后是求他的交集 交集的话就是一个 嗯 add符号 第一个集合 add符号 第二个集合 这样的话就是求求求他们两个公共的部分 嗯 第二个的话 嗯 就是求他们的并集 并集是用个塑干线 嗯 大家可以看一下 嗯 就是把他们两个 嗯 里面的内容 嗯 合并起来了 并且把 嗯 重复的内容只留 只留一个 比如说 嗯 他们两个都有 嗯 成员A 但是 在 合并以后的 集合里面只有一个 成员A 而不是两个成员A 他就是把重复的呃成员给删除了 只留一个 下面我们讲 CT7 嗯 用字典的方式完成下面一个小型的学生管理系统 嗯 第一题是 学生有下面几个属性 姓名 年龄 还有考试分数 嗯 考试分数的话包括语数外 嗯 首先 第一题是 嗯 要求我们定义两个同学 嗯 李明和张强 嗯 下面我先定一下李明 我的想法是 嗯 每一个学生 的姓名简写 作为他的一个键 然后 嗯 这个学生里面相关属性 再定一个 嗯 字典这样子以后好操作 嗯 然后李明的姓名是 然后李明的姓名是 然后他的年龄 考试分数 考试分数的话就是为了以后操作的话呃 我们这个地方在呃 第一个字典 分为语数音 语文 嗯 我输出一下 嗯 这样的话就是把李明这个嗯 同学的属性都定义好了 嗯 嗯 下面我们定义一下另外一个同学 张强同学的属性 嗯 我把他的嗯 姓名的简写作为界名 嗯 嗯 然后他的相关属性嗯 嗯 放了一个字典里面 他年龄是嗯 嗯 嗯 二十三 嗯 然后分数的话嗯 再定义一个嗯 字典 语文 语文是七十五分 嗯 数学是八十二 嗯 英语是七十八 嗯 我们检查一下 嗯 没有问题 我们再输出一下这个 嗯 变量 大家可以看一下 嗯 两个同学的嗯 属性就已经定义好了 一个是李明 那他对应的相关的一些属性 还有个是张强 他对应的相关的一些属性 嗯 第二题是 给学生添加一个 嗯 Python的课程成绩 李明是六十分 张强是八十分 下面我们先添加李明同学的 首先我找到李明这个 嗯 嗯 同学 然后再找到他的 分数 嗯 分数的话 因为他是添加一个Python 所以说 直接 嗯 把他这个 嗯 建名写成Python 分数的话是六十分 嗯 第二的话我们再给张强 添加一个Python成绩 它的分数是八十分 下面我们输出一下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一下 李明同学的Python 嗯 成绩已经录录进去了 嗯 张强的 嗯 也已经录录进去了 嗯 第三题是 把张强的数学成绩由82分 改成89分 嗯 字典的修改操作 我们可以通过直接复制的操作来进行修改 首先我们 找到张强这个人 然后 他的分数 因为他是数学嘛 所以说 他的建名是Math数学 嗯 改成89分 直接复制就行了 然后我们直接输出一下看一下 嗯 这个张强同学他的数学Math已经改成89分了 嗯 然后 嗯 第四小小题是删除李明的年龄数据 嗯 删除操作的话我们可以通过 嗯 Dell方法 也可以通过POP方法 嗯 下面我们直接用Dell方法也行 嗯 这样子就行了 嗯 嗯 我们再输出一下 大家可以看一下 嗯 李明呢他只有一个Name和分数了 嗯 然后张强的话 他还有A级这个属性 因为李明这个年龄数据已经被删除了 嗯 第五小题的话 是对张强同学的课程分数由低到高排序输出 嗯 排序的话我们可以用到一个列表的一个排序方法 嗯 首先我们应该返回一个嗯 张强同学的课程分数嗯 的一个列表 然后里面的元素是它的嗯 相应的考试嗯 分数 然后我们再用列表的Sort方法来进行排序 下面我们具体操作一下 首先我新定一个嗯 列表变量 张强同学的嗯 分数 因为嗯 他这个分数是一个字典 我们需要取他里面的嗯 嗯 值的话 我们可以通过views 嗯 这个属性 嗯 他是可以嗯 生成一个嗯 值 所组成的一个列表 我们可以输出一下这个变量币 嗯 他已经把张强同学的嗯 试文考试成绩嗯 嗯 生成了一个新的列表 大家可以看一下 然后我对这个列表进行排序 直接调用列表的Sort方法 就行了 再输出一下 因为他返回的是一个no 他是在原地进行修改的 我直接输出这个列表b 嗯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内容就已经被输出了 嗯 并且是按照从低到高来进行排序 嗯 我们再看第六小题 外部删除学生所在的城市属性 不存在的范围 嗯 自不创北京 嗯 我们要删除嗯 学生的某个属性 并且能够如果这个属性不存在的话 嗯 能够有一个范围值的话 可以调用 这点的POP方法 下面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直接删除嗯 学生的程式属性 嗯 也就是嗯 第一个值就是传入的这个 要删除的 嗯 界名 然后如果 它存在的话 它就会返回 嗯 这个界名所对应的值 嗯 如果不存在的话 它就会返回 我后面定义的 北京这个字符串 下面可以看一下 它输出的结果是北京 它输出的结果是北京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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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